好香啊 什么东西啊 大叔 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我上闻这下边梦游过来的 这什么呀 骨头汤 你的给留在锅里了 待会儿醒了之后慢慢喝 真的是骨头汤啊 大叔 你给周叔叔做了骨头汤 你要去看他呀 对啊 那你等会儿我 我跟你一起去 你不用 你在家休息吧 不行 你自己去我不放心 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我是怕你跟周叔叔在嚷嚷起来 不会的 我都想好了 东西放下我就走 你等我等我 我五分钟 四分钟 三分钟 两分钟 一分钟 我洗个脸 护士姐姐 您好 您 我问一下 这床的病人呢 早上查房时候还在啊 那他是去哪儿了吗 您看 我说什么来着 老周啊 没什么事吧您 没事 小心点啊 行行行行 老周啊 你是打医院直接过来的吧 让儿子知道了 他肯定不高兴 哎呀 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 老周啊 刚才你们拍那遍我可看见了 嗯 你那表情还不行 你就想自个儿在海边上 椰子属下 旁边有姑娘在这儿陪着你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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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慢着点小心 不是啊 慢着点啊 你慢点 回医院吧 不用了 我这儿再排一会儿 一会儿呢我打车回去 晚上查房的时候保证到 行不行 您还怕查房呢 我不怕查房 我就怕你啊 对不对 走吧 回医院吧 大叔 好好聊 大家准备啊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在那边啊 准备 不是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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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刀 别生气啊 大叔 大叔 你等会儿 等会儿 你刚才干嘛这么激动 跟叔叔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行了 你就别劝我了 小刀 小刀 小刀啊 小刀 小刀啊 别看我老跟你爸老好矛盾 说实话 我一点都不伸他的钱 相反啊 我还很感谢他 去年这个时候 我老伴走了 非常突然 我们相濡以沫了 过了十四年 突然就这么离开了 我实在是承受不了 我更不能接受我一个人 生活的日子 我儿子啊 媳妇 在美国 他们就把我接了过去 我过去了 更加难受 差点抑郁了 我儿子他们又把我接了回来 得亏的碰到了你的爸爸呀 加入了你爸爸组织的这个老龄舞团 让我慢慢地忘记了 那些难过的事 现在你爸爸就是我们这个舞团的核心人物 支撑着我们 不管碰到了什么烦心的事 只要有你的爸在 什么都解决了 大家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知道吗 小彤 所以要理解你爸 你这个儿子还好好支持你爸 也就支持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们了 小彤 大叔 刚刚宋叔叔说的话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会支持宋叔叔他们参加比赛 但是 不等于我理解我爸爸 那